好 来看到立委 沈柏阳呢 前几天不但是对这个所谓什么 有大陆记者来台湾来丁烧的事情呢 发表了很多很多的言论 那么现在呢 他又有一个新的东西 这是经由风灿传媒所报道的 他说呢 在去年六月 曾经有一个具有中国政协身份的香港籍人士 他叫做廖宜健 持着英国护照进入到了国防院 来参访了这个院长苏子云 那么也问了很多的事情嘛 那由于他所在国防院呢 是重要的一个国防机关要地嘛 那这样子有中国政协人身份进去好吗 重点是哪里出错了呢 他说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人呢 在登记护照资料时候呢 刻意把号码给错置 要躲避追查 那沈柏阳照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说啊 通常把护照号码错置 不容易比对 这些人的行为就是间谍 就是有渗透的行为 一般人都看得出来吧 这是沈柏阳他所掌握到的一个新的消息 不过他自己呢 自己也被挖出来 而且还是自爆的哦 他的搞神秘 有没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国安的危机呢 因为他说啊 在五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是青鸟行动 他本来要出国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的 但是呢就是因为青鸟行动 他说啊 是傅昆奇救了他 他要什么事呢 由于太神秘了他不讲 他是说呢 这个该会议呢 是有从独裁国家来的人权工作者 所以他不方便套路是到哪个国家去开会的 不过时间是在五月下旬 好 这部分哪里出问题 他说啊 他这时候人明明就是因为青鸟活动嘛 所以呢 当时他人是留在国内的 不过邀请他的团体呢 在国外突然打电话给他 给他联络 就说呢 扑马 有人用你的名字 假冒你的名字去登记 去住旅宿等等 让他吓了一大跳 他说我人明明就是在国内啊 怎么会这样呢 好 那消息曝光之后啊 这有没有可能会引发国安的问题啊 意思就是说 你看哦 你要去参加一个这么神秘的会议 去一个这么神秘的地方去开会 结果呢 居然还有人可以掌握你的行踪 会用你的名字冒名去住宿 所以是不是间谍其实就在你身边 那如果是的话 危机不单单是你一个人 可能全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都有危机啊 所以现在王宏威知道之后呢 就喊请外交部 你要够查清楚啊 如果沈柏阳所言非虚的话 那就显见犯罪集团是有能力去卫造 护照上 卫造护照 然后呢 有多少立委的身份呢 已经被冒名了 这已经是一个不分党派的国安危机了 所以现在请国防部去查 去外交部去查 要请国安局单位去查 那另外呢 网友也揪出来了 沈柏阳呢 他在当教授去指导人 指导学生论文的时候呢 曾经研究过大麻除罪化的论文 所以就有人走啦 真的 你去支持这个大麻除罪化 那有这么ㄎ 应该说啦 有人忘了说啦 现在感觉他的行为蛮ㄎㄧㄤ的喔 按照他这样的推理来看的话呢 感觉应该是蛮有原因的喔 有人说啊 难怪 总招的儿子呢 是孕麻无罪 还有人说呢 提爱就支持 哈门 就这样 好 那关于这个沈柏阳这个问题啊 他到底是在鬼扯呢 还是真的有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危害到 所谓的国安问题呢 我们进一步来了解 绿媒报道 大陆记者丁梢 政论节目 民进党立委沈柏阳 自称两个月前就知情 还通报了国安单位 结果两个月来 国安检调通通没动作 当各界都在质疑 沈柏阳公然扯谎时 他有自爆 国会改革法表决期间 他本来要去一个 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国家 参加一场超级秘密会议 但因为国会表决战 而取消了行程 却出现这种情形 国会议员竟然在国际上 身份遭到冒用 这是何等大事 国安单位跟外交部 却如此静悄悄 揽回火速发函 给外交部要他查个清楚 那这是非常大的国安问题 一个国会议员 竟然可以被人家冒名 当然应该要查清楚 这么严重的事情 绝对不能只有在直播上说 去炒热议题 增加流量的议题 这是重要的国安议题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没有看到 外交部去调查呢 也没有看到警调调查 但调诡的是 当大家说要调查时 沈柏阳却说 最重要的不是调查 而是如果冒名常态话 该怎么办 网友惊呼一般人身份被冒用 一天吓死不敢出门 沈柏阳竟然是要剪掉 不用查 神情自若超淡定 难道冒牌的沈柏阳 根本是假的 就像陆美丁烧事件一样 又在公开场合扯大谎吗 冒牌沈柏阳去一个 大家叫不出名字的国家 参加一个神秘会议 拖了一个半月 没有结果 本尊竟然能如此 从容不破 似乎一点都不在意 百姓纳闷到底是谁给他的这勇气 还是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讯息 记者张佑茨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好 所以沈柏阳自己自曝的这件事情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沈柏阳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他就回应了这个事情 他说呢 他没有人去过 其实呢 他是不需要被救的 他反而批评王洪威 在国会扩权法后呢 叫国安单位跟外交部 去查人家的私人行程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我在直播的时候 里面有讲到 就是说 他最主要是 冒用我的名字上车 然后以及冒用我的名字 这个到旅馆 那至于 我有猜测说 他会不会是跟我坐同一台飞机 但是因为我的机票取消了嘛 机票取消了 他当然完全不可能 用我的名字来坐飞机 所以呢 这个王洪威有提到 说什么 是不是有护照冒用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应该是过度的解读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是发生在当地 那昨天呢 可能也有些人误会说 是台湾的国安人员通知 其实不是 从头到尾 我都有讲 都是在当地的 维安人员的通知 因为会议本身就有维安人员 那这个会议有很多 海外一些独裁国家的人权工作者 所以他们都有维安人员 那维安人员是通知我 然后确认我不在之后呢 赶紧去看 这个人到底在哪里 当然他可能是要针对我 那当然我没有过去 就幸好 所以呢 我们才会说 这一个复困级推这个烂权法案 某种程度反而救了我 先谢谢这个 王伟委委员的关心 但是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事情 是这是一个很机密的会议 而且是一个就是 要保护对方 不是保护我的一个会议 那你去叫国安单位 或外交单位 去探我的私人的行程 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 就是现在这一个法案通过之后 如果他想要去看 任何私人的行程 他可以用任何的理由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官员还不得不回答 私人不得不回答 那大家应该就会发现到 这个对隐私的侵害有多大 那但是我也要提一下 就是因为外交部都知道我要过去 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 就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 危险的事呢 还有你知法还犯法 我们现在看到 刚刚这个沈博洋 事情的后面 网友的评论 有人说嘛 难怪总招的儿子 孕麻无罪 儿子不罪呢 他的老子 倒是最近惹上了个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 喜欢抽烟老烟枪的麻烦 至少在镜头上呢 他柯建民 已经被捕捉到至少有两次吧 一次呢 是在这个走廊上面嘛 对不对 那一次呢 是在行政院长的办公室 还有一次呢 就是在6月13号 朝野协商呢 他嘻哺哺哺的走到外面去 刚好被监视器给拍下来 他人就在抽烟 不是讲了吗 室内就是不能抽啊 你还抽什么啊 带头做坏啊 好 那反正有人去检举了 那北市卫生局呢 现在要罚 那一开始呢 给他是有声明的机会 跟时间 但是老柯呢 显然是放弃了 他没有申诉 好 现在台北市卫生局 决定要采取他2000块钱 希望他可以寄取教训 全民当眼睛 看看他以后 还会在室内抽烟 另外呢 对于老柯来讲 他的重心呢 是放在视线上 主要是因为呢 他们呢 现在就是对于 国会改革法呢 是有意见的 所以目前民党团呢 已经要申请了 申请大法官来视线 目前宪法法庭呢 是决定要来受理了 民进党在这部分呢 则是事件要来齐发 不过目前 虽然是这个 视线的目 视线这部分 宪法法庭是已经接受了 不过暂时处分 这个目前呢 只是还没有 还没有接受的 目前是先控制的 好 那大家看 后续的发展是如何 对于老柯抽烟被罚这件事 2000块钱 你认为够吗 或者是你认为 他会学到教训吗 按照目前 验害防治法的规定 如果在室内抽烟 要被罚2000到 1万块左右的罚款 而柯建民这一次 在立法院里面抽烟 由于虽然不是第一次抽了 但是他是第一次 被检举跟举报 所以还是以最轻的2000块的罚款来财罚他 那我认为不管是2000元或1万块 对一位这个立法委员来说 或许他不痛不痒 真正的目的还是希望他们作为社会的一个榜样 不要在室内抽烟 不要做人民的坏榜样 那不要让这样子一个抽烟的形象 然后不断的透过新闻媒体的传播 这个传播出去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应该自律 即便你有烟影 也应该在一个合法的范围里面 以不影响他人的环境来抽烟 而不是在某一个室内的场域里面 就觉得自己是老大 然后就可以随便的做违法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希望未来的政治人物 都能以此为校友 不要在室内抽烟 也不要让别人去吸二手烟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